他是曾经的宁波首富 然而一年时间不到 他的公司却宣布破产了 他曾经在亚洲金融危机之时 逆流而上反弹琵琶 靠着自己的胆识和远见 让其成为了业内和有名的烂尾楼改造专家 也正是靠着这股子不服输的劲 他白手起家 从无到有 用了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 就建立了一个年销售额达到783亿元的商业帝国 然而就在鲜花簇拥掌声不断之时 他的商业帝国却在一夜之间崩塌了 那么这个曾经的宁波首富是谁呢 还有有怎样的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呢 大家好我是老乔 我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为您解读 观看之前麻烦大家先点个收藏 感谢大家了哈 刚才老乔所说的这个曾经的宁波首富 他的名字叫做熊旭强 也正是因为他的名字里带有一个强字 所以他从小就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精神 让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做大做强 然而遗憾的是 他在事业方面的强大并没有因为他叫旭强而延续下去 1956年熊旭强出生在宁波一个普通的家庭 小时候穷苦的生活锻炼了他坚韧的意志 在那个年代别人家的孩子都是上山放牛下海摸鱼 但熊旭强却捧着书本没日没夜的学习 十年寒窗苦读虽然精力波道 但好就好在他赶上了好时候 随着高考的恢复 他也顺利的考入了杭州化工学校 也就是现在的浙江工商大学 大学毕业后的他被顺利分配到了余瑶的一家农药厂工作 与别人不同的是 他没有因为现状而抱怨 反倒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认真钻研 没两年他便成长为这个农药厂里面的一把手 然而事业上的成功并没有让这个青年止步于此 工作之余他依然在勤奋刻苦的学习 俗话说的好苦心人天不负 他的努力也最终换来了成果 在成为农药厂厂长三年以后 他便获得了进入高校进修学习的机会 尽管身边的父母朋友都劝他不要去 但是主意已定的熊绪强还是辞掉了国企领导的职位 选择奔向知识的海洋 也正是这次的执着成为了他人生重要的转折点 在高校进修学习结束以后 他便成为了一个端着铁饭碗 人人都羡慕的公务员 九十年代的时候正是国企改制的时期 宁波也开启了国有企业减亏扭亏的工作 而此时的熊绪强被领导为以重任 派到当地的一家罐头厂开展工作 由于曾经有过在药厂工作的经验 再加上熊绪强脑子活到 所以在上任不到一年的时间 他便创造奇迹扭亏为盈 实现净利润一百万元 这一奇迹让领导们都感到惊讶无比 大家都对这个有为青年赞不绝口 然而就在领导准备对他提拔重用的时候 他又做了一次改变一生命运的选择 而这一次的选择也为他日后成为宁波首富 埋下了伏笔 那么他这一次的选择到底是什么呢 都看到这了帮老乔点个赞 我继续给您说 1994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以及城市化改造的推进 熊绪强看到了未来房地产行业的光辉前进 于是就在领导准备对他提拔重用之际 他再一次选择了辞职 扔掉了铁饭碗后的熊绪强 立马进军房地产领域 并且在随后组建了民意集团 刚开始他的公司在当地也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房地产开发商 然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熊绪强抓住了机遇 一战成名 并且还赢得了一个烂尾楼改造专家的称号 这具体又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 原来啊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房地产行业也受到了波及 不少开发商出现了资金链断裂 那段时间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链断裂 楼盘烂尾的新闻是不绝于耳 而此时的熊绪强凭借着自己敏锐的商业嗅觉 反弹批判逆流而上 他化身为白衣骑士 以极低的价格接手了一批日后能暴涨的烂尾楼盘 不管是住宅楼写字楼还是商业广场 可以这么说 凡是熊绪强能看上的通通来着不惧 别的开发商都在疯狂的抛售项目 而熊绪强却在大量的收购项目 这让很多的同行都嘲笑他人傻钱多 对于熊绪强而言 他钱不钱多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一定不傻 最后事实也证明了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再次崛起 那些曾经被他低价收购来的烂尾楼盘 在经过一系列的改造之后 全部都以超高溢价售出 这一来一去让熊绪强赚了个盆满钵满 曾经那个当地不知名的小地产开发商 一跃成为了宁波知名房企 据相关资料显示 接着到2008年 银翼集团的楼盘销售额就已经超过了百亿 成为了妥妥的中国百亿房企 面对如此辉煌的成就 此时的熊绪强质得意满 野心勃勃 然而就在他准备带领自己企业攻城掠地的时候 危险也在一步步的朝他走来 在成为宁波当地房企龙头以后 熊绪强的野心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膨胀 于是乎他便带领自己的企业玩起了跨界 并且进军能源领域 他先是在山西建了一个煤炭化工厂 继而又在广西建了国内最大的煤厂和孽厂 您还别说 熊老板的眼光还真是不一样 这三次大手笔虽然在当时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 但熊老板力排众议坚决执行 最后事实也证明了 能源产业成为了继房地产后 盈益集团的第二大支柱产业 在实体经济如鱼得水后的熊老板 又准备在资本市场大展拳脚 这一次他准备借壳上市 而他所看上的这个壳 就是在当时已经升陷债务危机的ST蓝光 为了能够成功上市 熊老板多方游走不断协商 最终盈益集团借壳成功 熊旭强也拥有了第一家上市公司 盈益股份 资本市场的糖衣炮弹 让熊老板吃的是望乎所以 于是乎在2014年 熊旭强又入股康强电子 并且成为了该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2015年熊老板又继续挺进 吃巨资收购了核化股份29.59%的股权 并且成为了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至此上市公司的三大金刚 全部被熊旭强揽入麾架 俗话说的好啊 腰包鼓了干啥都硬起 有了三个上市公司撑腰的熊老板 便开启了大肆的买买买模式 2016年银翼集团花费123亿元 先后收购了美国安全气囊发生器生产商ARC 日本磁黄生产商爱里富和比利时邦奇等企业 在熊老板的打造之下 银翼集团已经成为了一个多元化产业的商业帝国 2018年 熊旭强以295亿的财富排在了胡润百富榜的第95位 凭借着熊厚的实力 他一跃成为了宁波首富 然而让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宁波首富的位子熊旭强只坐了两百来天 就跌落了下来 而随着他的跌落 人们突然惊奇的发现 这个曾经辉煌无比的银翼集团 竟然是一个大窟窿 从辉煌到破产只不过一年时间 那么银翼集团的窟窿到底有多大 竟然要宣告破产呢 这个曾经的宁波首富熊旭强 又到底做了什么呢 请看下集帝国坍塌首富落寞 好了 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对您有用的话 记得帮老乔点赞 然后转发出去 感谢大家了啊